纽约市场举行各式各样的游行 最近的一场游行与众不同 参加者都是男性 而且顶着各种奇形怪状的胡须造型 十分的有趣 我们请记者许向运给我们介绍 纽约市最近举行了一场独一无二的美然宫游行 游行队伍里人们顶着各式各样的胡须造型 举凡大胡子 小胡子 烙腮胡 山羊须 各种造型应有尽有 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精心设计 让许多路人兴奋地拿出手机拍下这个街头奇景 这个游行是为了宣传与庆祝2015年世界胡须大赛的到来 发起人之一的菲尔·奥尔森也组队报名了比赛 并自愿担任所属的美国胡子队队长 今年的大赛共有18个项目 分类非常精细 参赛者必须符合该项目的每一项要求 才能合格 这有时需要经过严格的训练才能达成 奥尔森在1999年发起这个活动 因为他认为美国参与国际棋赛事的机会不够多 来自俄亥俄州的加里·福克纳 今年报名参加自由发挥组 在做特殊造型之前 你必须先有足够分量的胡子 今天只是比赛前的游行派对 所以我随便弄弄就出门了 大概才花了15到20分钟吧 明尼苏达居民约翰逊对自己的造型很满意 我非常满意我现在的胡子造型 老实说 一开始我也不知道胡子之后会长成什么样 但当时的我就是很想留留看 有些参赛者的全职工作就是保养胡子 还获得企业赞助 但对戴维·麦克卢尔来说 续胡已经成为他生活中自然而然的一部分 参赛者比尔·霍尔·布鲁克 报名参加了全天然胡须组竞赛 我每天早上固定花5到10分钟整理胡子 上天残忍地剥夺了我的头发 但它也蛮幽默的 我茂盛的胡子够我忙的了 冠军得主将获得明年参赛权和礼费补助 每个项目的前三名也各有奖牌一枚 参赛者各个糊糊生风 迫不及待用胡须来移较高下